高速一拖一点耳机部分使用响解 首先将点耳机与打片机部分相连接 这一部分原则是口罩片能顺利掉入料盘当中 这里与铁片不锈钢片相贴近 大概高度高10到15毫米 这个位置与口罩位置相持平 使口罩片顺利掉入料盘当中即可 第二部分将器连接上 将传送带的插头对接插上 然后我们讲解点耳机部分使用 上面我来介绍上面这个动作 开机之前把这个四个爪子往里面推 开机前把四个爪子往里面推 好 引行一个跟这个纳尔线这个倒轨 纳尔线倒轨成90度 成90度 好 然后呢把这个原来这个纳尔线这个 这个这个动作这个结构呢 往后往后拖动 到这个感应开关的这个这个点 靠近为止 这边 这边也是 不要不要退过头了 就接触到就行了 接触到感应器 不要超出感应器范围 好 然后开机 把电源打开 打开电源 这里有个右上角 左上角 左上角 选择语言 语言选择 然后呢 按复位 动手 点去复位 关闭 点击关闭即可 上面教大家穿耳线型 这个耳线型 这一步介绍耳线绳 穿过这个导料孔 穿入导料孔 搬开这个压轮 搬开压轮 然后呢 进过这个重力轮子 经过重力轮 好 往上穿 往下穿 再经过这个轮子 经过下面交轮 然后在里面选择一个 手动的按钮 选择手动按钮 这个页面有个 总共有五页 选择第一页 这个前压耳带气缸 把这个打开 前压耳带气缸打开 再把放个第二页 把后压耳带气缸打开 后压耳带气缸打开 两个气缸都打开了 然后呢 把这个绳子穿过这个 再把把这个 穿过这个机构 穿过后夹气缸 两边穿过 穿过机构 然后 好 再按一下这个 这个气缸点动 再返回第一页 前压 再关闭这个 关闭前压气缸 两个都压上了 两个气缸的线都顺利压上 然后再按一次复位 再按一次复位 好 复位完成了 然后再按启动 再按启动按钮 好 所有的东西准备完成了 就把 然后 就把这个 这个 起动打片机 打开 对 而且前面的接下来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片送到那个打 来当一层上 嗯